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段影片我想讲讲烂美帝习近平的非常白卡的行为 大家可能知道,有些人叫烂美帝做白卡评 白卡原本是指残疾人事登记症 后来慢慢发展,说人拿白卡就变成说人精神有问题,即是俗语痴线 我比较少叫烂美帝做白卡评 因为我不想令人对精神病患者有误解 所以我比较多叫习近平做烂美帝 反正凡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东西,九成九烂美 因此我就觉得叫他烂美帝更加全神 但这段影片要讲习近平一些近乎精神有问题的决策 所以真的避无可避,没办法真的要用白卡评语去形容他 今天这段影片我就想讲一下他完全脱离现实 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那种白卡的行为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提提大家,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好了,言归正传 我想由习近平写给二战期间 美国驻华将领史迪威将军的孙子一封回信 从那里讲起 接着就讲到烂美帝怎样与现实脱节 从而也反映出他白卡的病情有多严重 8月29日新华社就报道 早前史迪威的孙子写了一封信给习近平 其实是多谢习近平的 而习近平就很亲切地回信给史迪威的孙子 大家知道现在大陆是烂美帝放屁 都要歌颂一番的年代 所以烂美帝一封回信是很自然的 大陆铺天盖地地宣传 不断有媒体报道 那么史迪威将军又是什么人? 长话短说 史迪威是一个支持中共的美国将军 史迪威当年由于与蒋介石极极极极极不妥 所以被调反美国 史迪威与蒋介石反台之后 曾经提出或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将部分美国给当时中国的军援 分给共产党 所以史迪威是被中共视为中共的老朋友 另外中共还有两个老朋友 一个是基辛的 这个人人所共知 还有另一个就是微软的Bill Gates 丐茨 丐茨近期又是被中共以老朋友相称的 其实大家想起来 看来中共的老朋友不是多少 数极都是那两三个 早前重庆市特意举行史迪威诞辰140周年纪念 史迪威的女、女婿和孙子 都有去重庆出席活动 而史迪威的孙子事后礼貌上 都要写一封信 多谢南美帝 接着南美帝就回信给史迪威的孙子 这件事重点来 习近平的回信之中 除了说当年中美怎么合作打败日本之外 就是反复反复强调 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就在民间 各位 中美关系的基础就在民间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美两国的政府 现在很难改善关系的了 不过中美两国的人民 其实还是很fan的 中美人民没有什么不妥的 所以中美关系的基础 不在官方 而是在人民 背后也暗示 如果中美人民的关系越来越好 中美两国的政府 关系也会有改善 原来南美帝不止这封信 他早前回复给美中青年学生交流会 他那封信呢? 又是说这些 又是说美中关系基础在民间 希望在人民 希望在青年 再早点 大陆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习近平又是说这些 再加上这几天 中共媒体不断宣传 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就在民间 由此可见 习近平真是以为 增加多些中美民间的交流 再由美国人民推动美国政府 那么中美关系可以改善 而我这条片 我就是说 习近平的八咖病情可能又严重了 其实也不是可能 根本明显是严重了 因为习近平这个想法 根本完全和现实是脱折的 你猜真是中共官方 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存在民间 美国人就会相信中共吗? 美国人就会和大陆人越来越友好吗? Come on,别玩啦 我想,我大大话话出过几十条片 我说拜登和他的团队 常常想留屠身门 让中共休息 不想一刀切做低中共 但常常被美国国会夹得住 现在这个情况是 美国民间不妥妥中共 所以美国的政客 顺应民意、顺应选票 所以就肯全程投入对付中共 而不是美国人很喜欢中共 只不过美国正下阻头阻势 所以中共可以利用美国民间的力量 去逼拜登政府对中共手松一点 整件事根本不是这样 根本倒转了 当然,如果你说南美帝有本事 真是成功讨好美国人 令到那些美国人用选票支持中共 哦,这样我当然会说它很棒 这样中美关系 或者可以逆转变好的 但我又要反问 中共做了什么呢? 或者准备做什么 去令美国人对中共产生好感呢? 大家看看,今年4月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是15% 创下历史新低 两个月之后 6月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跌下14% 低1% 当然,又是历史新低 两个月之后 认为中国是不受欢迎国家的美国人 又多了1% 我真是开玩笑地说 根据一个这样的趋势 容易有朝一日 99%的美国人对中共没有好感 成低1%的美国人对中共有好感 而那1%的美国人原来是中共间谍 在一个这样的数据之下 习近平说 中美的基础在民间 希望在中美人民 未来在中美青年 你这样也说得出 你说他八卡的病情 是不是到达需要住院的程度呢? 各位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之后 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威胁的美国人是32% 但认为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是66% 可以说美国人不喜欢中国多个不喜欢俄国 而俄国俄罗斯还是发动战争那边 面对这样的情况 《环球时报》胡锡进怎么说呢? 胡锡进当日曾经这么说 他说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 因为中国不肯当美国的奴才 美国人对日本的印象这么好 因为日本人肯当奴才 这个说法就正正是中共越来越黑人真的原因 你中共官媒这么说 既是鼓吹民族仇恨 更加直接得罪美国人和日本人 根本衰口臭 大家又看看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之前 《纽约时报》有篇文章报导 说单单2023年 美国有多达33个州 推动了81项法案 是禁止中国政府、企业和中国人 买屋、买地的 另外还有一些反对中共 在他们州的范围之内 各样的投资项目 例如包括一些收购能源、 农产品、工厂等等这些项目 大家不要忘记 这些不是国会方面推动的法案 国会方面推动的法案很多 我都说了不少 这些只是州政府层面的反中政策 可见美国民间反中、反共的情绪 多么强烈 而这个白卡皇帝竟然说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这人病得多严重、傻得多云巡 而8月21日《华盛顿邮报》 分析了一家民间团体的数据 发现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 美国人对中共的仇恨言论和仇恨行为明显增加 我经常说中共迫害香港 美国人看在眼泪 当时对中共反感似乎表面上不是很大 但其实这些对中共的厌恶是要累积的时间 不断累积的 好了,累积多了 之后一连串战狼外交的行为 中共迫害新疆维吾人的罪行 你怎可能由你阿兰美帝说几句 中美关系的基础就在民间 就可以令到美国人对中共重新产生好感 所以如果中共继续打那张日本核废水牌 很快又是全世界对他反感 总之这个世界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犯众真 人家这么恨你一定有原因 一定是需要习近平这些皇帝 长期努力、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才可以搞到这样的神真鬼厌 中共要和西方世界的人民改善关系 我想可能要换三代所谓的领导人才会有转机 即是换一次都不够 换两次、三次才会有转机 而更可笑的是当习近平的病情发作 以为中美人民的关系OK 只是美国官方针对中共而已 而同一时间 他又不断在大陆加强民族主义教育 鼓励大陆人仇爱 一个皇帝今天鼓励人民仇爱 你明天又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就在民间 希望就在中美人民 未来就在中美青年 你说人民是不是无所适从呢? 我问问八卡皇帝 如果一个大陆仔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美国仔 大陆仔说希望大家继续聊聊天多些交流 你猜这个大陆仔怕不怕被人说他是间谍呢? 如果这么巧,真是美国仔的父母 是在美国政府做公务员的 那就更加麻烦 我举个例子 可能那个美国的男孩 其中的母亲在白宫做过民员而已 这个大陆仔大麻烦了 即时死定了 举报这个大陆仔的人 分分钟还有奖金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你是八卡皇帝说未来在中美青年 你说这个八卡佬 黏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人根本是乱来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 现在是这样的 中国人和英国人的关系又怎样呢? 刚刚英国外相齐詹明 去了大陆访问 我曾经出片说 齐詹明是有些重要的事情 希望和中共那边争取的 这些事情和经济无关 也不是什么向中共投降 怕了中共 不是这些事情 只是基于道德和人道上的责任 英方一定要做 谁知道 当英国外相访华之前 8月29日 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发表了一份报告 非常清楚明确地称呼 台湾是独立国家 这份报告更加用法律的定义 解释为何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即是今次绝对不是用词不当 没有搞错 没有用错字 是坚定地承认台湾的地位 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这一点一直是西方世界的禁忌 连美国也未肯明确表态 欧盟常常闪闪闪闪闪闪闪 英国下议院现在就走出这一步 大家知道 英国下议院是由650名民选议员组成的 简单说 下议院就是代表英国的民意 现在就算英国外相即将访华 但是代表英国人的下议院就是发表一份 中共一定拍桌的报告 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那你中共吹吗? 这些是民间对中共的否定 在民主社会 政府想讨好中共也没用 就算商界想讨好中共也没用 民间一样有大把力量 可以和中共对抗 而好笑的是 一份这么有爆炸性的报告 出了之后 中共这次学精了 这次非常低调的处理 我还以为中共会马上取消 旗站名访华的行程 然后再制裁英国下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全体委员 但是中共没有这样做 到今天英国时间8月31日 中共才开始批评英国政客 惊人地无知及狂妄 公然挑衅中国人民 其实正确地说 是英国人民公然挑衅中共政权才对 英国政客都要看选民的面色 另外8月中 伦敦市议会暂停了中共 驻英大使馆抗建的计划 2018年中共用了25亿港元 买了伦敦皇家驻币局旧纸地皮 计划抗建中共驻英大使馆 但是一直得不到当区议会正式批准 理由是当区议员担心大使馆会引发大批示威者聚集 影响交通安全和旅游业 所以多次否决抗建的申请 中共几番周旋一样不成功 中共方面就说希望伦敦市长简细德搞定这件事 但是简细德就说他作为市长 是不能介入和影响民选议会的决定的 这些就是英国民间对中共的抗拒 说真的中共当日买这个地皮 英方已经知道地是用作抗建大使馆之用 而地区的议会当日也没有理由不知道 由此可见某程度上是有一个初步的共识 但是2018年打后中共如何对香港呢? 如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呢? 如何说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无效呢? 如何立国安法呢? 这些东西英国人看在眼泪 你以为英国人真是任你中共欺凌、羞辱 不敢出声吗? 英国人都懂得反感的 终于当区的市议会坚决 反对中共在那里抗建大使馆 你吹像吗? 英国政府、伦敦市长都一样无符 谁敢向当区council施压的话 激起全英民意的反弹 随时相关的官员或议员议席不保 中共媒体早前不断骂英国为英国欺费 欺费了中共25亿港元 即23亿人民币 大陆人当然只会用钱这个角度去想 他们不会想想中共如何对香港人 如何逮捕香港人到万城领事馆里打 他们也不会想想那些小粉红 如何在英国、伦敦、红专区 喷上中共那些骄鬼的核心价值 结果就搞到那里成为反共涂鸦勝地 成为另类反共景点 现在当区council反对中共在那里抗建领事馆 变成很合理、大条道理了 其实中共除了令英美人民反感之外 刚刚更因为根正地图事件 又拿着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越南和文内 不过今天这条片已经太长了 遲些有适合的时机可以再说这件事 可以这样说,中共现在连与非洲人民的关系 都未必搞得很好 与非洲的贪腐政府可能的关系很好 与非洲人民的关系也有问题 白卡皇帝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就在民间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不出这条片来笑一下它呢? 来到这里也是这句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面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 Patreon的连结也在这条片下面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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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